情况有变啊朋友们 同志们 情况又有所变化呀 哈喽大家好 2021年10月21号周四的下午 我今天是非常随机的 想要录一下这个视频啊 本来我是 没有带摄像的 我现在是用的手机 但是呢今天就是 对我今天要跑的这个质量跑 非常的畏惧 所以就是录一下视频 给自己打打气 我刚刚是刚跑了 五公里的样子热身 然后接下来我的课表会是 先是三英里 也就是接近五公里的 马拉松到半马的这个配速 中间再休息一下 休息了之后呢 我会再跑六组的一公里间歇 这个间歇要用的配速 大概也就是最多到十公里 比赛的配速就不错了 之前可能还是半马的配速 这个样子 整个质量跑的这个强度呢 其实并不大 只是 我现在是属于一个 马拉松专项 然后练一练这些 马拉松配速啊 半马配速这样 围绕他做一座文章 好吧 然后我是刚跑完五公里的这个热身嘛 其实基本上也就够了 我就可以直接上跑道上 我今天是来到了这边跑道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接下来就会去里面的跑道 跑我的这个质量跑 这个是 小康尼的 FREITOM 到操场了 跑个五公里的TEMPLE 五公里 情况有变啊 朋友们 我刚才在操场上跑 计划是 接近五公里 就是三麦十二圈 结果跑到第十一圈的时候 被人赶出来了 你说你 早点赶不好 晚点赶不好 到最后一圈你赶我 我最后一圈本来准备冲刺了 你给我赶出来 所以我等于说最后的四百米 我是在外面跑的 然后前一个四百米我还多跑了一些 所以最后 所以最后搞不好还真跑了一个五公里 太烦了 他们那些踢足球的 这本来就是社区的操场 他们不可以强占的 在美国 但是 但是 赶出来就赶出来 我无所谓 街道上练一样的 所以 接下来 跑完这个五公里 TEMPO 之后 我会 慢慢悠悠的 跑个十分钟 之后 我再跑六组的一公里间歇 再说一遍啊 这一公里间歇不是跑这个很快的配速 当然也 也 也不简单 就是跑我的半马的努力程度 到十公里的努力程度就够了 好吧 谢谢视频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手机在路 所以 非常的陡啊 大家请见谅 好吧 我慢慢溜达 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为什么我说 操场上不能跑 这外头跑一样的啊 因为 它是一个公园二 外面其实是可以跑的 虽然说这个路有点凹凸不平吧 就是这么点 尤其不太适合像我跑一公里这样的间歇 不过无所谓了 今天这个太悠哉了 中途还停下来喝水 不过我们快一点 尽量不要耽误时间 继续跑 慢跑 同志们 情况又有所变化呀 我在这个公路上跑了 四组的一公里间歇之后 现在我发现 这边操场上的这个 踢足球的朋友们 他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现在来到操场 我看我把最后的两组一公里 放在操场上来跑 看看能不能快点啊 现在我已经到达操场了 大家看 嗯 哈喽朋友们 最后的在操场上的两组一公里间歇也跑完了 今天所有的这个配速大概是六组的一公里间歇 计划是从每组三分四十秒进步到三分三十五秒 就是一个从半码配速到十公里配速这么一个渐进 实际完成呢 是第一组 我记得是三三三 第二组 三三六 慢了点 第三组 第四组 三三四 啊 第五组 第六组 在操场上 一组是三三五 一组是三三四 所有的组组都在我的计划当中 啊 我要圆满完成任务 刚才跑完了今天所有的训练 又跑了五公里大概的冷身 把今天的总距离凑到了24公里的样子 好吧 我觉得今天训练还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个视频 拍视频的帮助之下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没有彩蛋啦 拜拜 回到家了 已经洗完澡了 然后 既然大家喜欢看彩蛋 我们今天就多录点彩蛋 我现在是在做饭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这个跑完workout 肯定就要吃一点肉啦 这是已经腌好的肉 木耳 然后这是辣椒 所以这将是一个木耳炒肉 就是蒜 然后这里头是虾仁鸡蛋 所以今天主要的就是这么两个菜啊 然后饭 就是这里已经之前做好的 里面是百米加梨麦饭 好了 今天晚上要吃了 大家在吃冰箱里头 里面是白饼 但不足 然后吃冰箱里头 然后再吃冰箱里头 如果是火炒肉 就会吃冰箱里头 然后就会吃冰箱里头 这边就会吃冰箱里头 这是也就会吃冰箱里头 就会吃冰箱里头 然后再吃冰箱里头 然后再吃冰箱里头